谈到农作丰收 多数族群几乎都是大肆欢庆 不过民族性沉稳内敛的台湾布农族 却是反其道而行 卓西乡布农族遵循祖先小米农士 撒木竞技规范 避免惊吓到小米精灵而招致欠收 因此采收过程禁止喧哗 低调不张扬 由左向右的方向采收 让参与体验的民众 深刻感受到布农族的 保育敬畏大地万物的文化精神 绝食累累的小米随风摇曳 今年有个丰收年 布农族人将丰收喜悦 浅藏在心里 遵循祖先传承下来的农士沙漠 族人一直排开由左向右的方向 安安静静的采收小米 避免惊吓到小米精灵而招致欠收 过程低调不喧哗 他这个时候如果是一开始采进来 采那个我们的小米的时候 全部都那个工作人员 全部都不弄讲话 而且他如果一采收的时候 他会从左边那边 按照顺序的给右边那边 再交给一个专门 绑这个东西的 他到农作丰收 多数族群几乎都是大肆欢庆一番 不过台湾布农族人却是反其道而行 不仅遵循传统小米农士沙漠的经济规范 此外族人也以这种植物强韧不一段的特性来捆绑小米串 展现布农族丰富深刻的植物学 拉红硬了耐性 所以它绑在你看你一拗也拗不断 你看如果平常那个别的植物 一拗就拗断了 它就不会有耐性 好重吗如果这个 好重啊 好重哦很容易就长了 它这个长的那个东西跟那个 我们的那个 那你应该知道 我知道仓谱 仓谱它会一直长 而整个小米采收工作结束后 产销班员也如祖先一样 将上期采收的小米炖煮成小米饭 和现场参与的所有人共识 慰绕并分享丰收的喜悦 主席湘工所为了推广 传承布农族传统小米文化 进一步推展传统农产观光休闲体验 今年度首度结合小米产销班 在古丰春一度感环教园区栽种小米田 作为小米农作生态示范点的同时 更是传承布农族传统碎食记忆文化的基地 记得是玉兰作息采访报道